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次偶然机缘来到北埔 从此徜徉摄影创作之路 是希望十年左右浓缩在一张照片 看一张照片就知道前后十年的故事 从塑胶袋中拿出心爱的相机 也才笑说不用很好的背带是为了怕相机被偷 简单的工作室也没有多余装饰 四十多年用惊人的客难精神 拍出一张张动人作品 你说是乞丐式 对 对 所以我没有钱我不想这么借钱 不像我去拜人钱 就是我去打工 工作我只要放下身段 我有力气 我可以任何工作 然后攒钱下来再来玩 对 有了钱 我重新买底片 有了牌又在做 叶才请助全部生命 把要说的故事用底片显影 挑战各种观察视角 让我们直接躺在大树下 真正体验不同的观点 同样一棵树 别人看就是一棵树 对啊 那你都下去看了 又不定的一个角度 缓慢悠长的岁月在夜彩的作品中 变得宽厚而圆融 艺术家徐怀弱骨 透过摄影传达生命无尽的感动 东杠通 很感动 东杠通 东杠通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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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